大家好 這一段影片 是 要來分享 我們一般像 這一種袋子 會有一條塑膠繩 那 因為 平常我們在拿到這種袋子 的時候 它不是用那個繩結 的地方去綁 所以有時候 那個要解開的時候 會有一點 困擾 不管它是繞一圈還是繞兩圈 有時候我們會摸不著 那個著力點 所以我們現在用 那個繩結的位置 去綁這個袋子 應該 有人會這樣子 的一個習慣 不過我們有時候從店家 拿回來的 這種包裝呢 可能它不一定會 注意到用這個繩結的地方 來讓客人 解開這樣子的一個 包裝 所以會有一點點的不方便 好 那我們如果把它綁 好了以後 如果說裡面的 還有一點點空間 我們盡可能把空氣 擠壓出來 這樣子的話對裡面的東西 有時候會有一些 就是說會 有空氣啊會受潮啊 那個我們會注意到 它的保存期限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把空氣排除出來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再綁密實一點 就 避免它會有 比較 有機會 空氣會被跑進去 那甚至我們還可以把它釣起來 好 如果要解開 我們緩過來 把它繞 拉開來之後 我們要解開這個繩結 很簡單啊 就是從那個繩頭的地方 很輕易的 就可以把它拉開來 這個是很方便的一個操作 那我們現在拿一個 如果說已經有 用過一段時間 那個量比較少 那也就是說 這個袋子比較大的時候 我們會 有時候可以用另外 這一種綁的比較密實的方法 這個繩尾往上拉 可以鬆開 它那個 原來的繩子 好 這個時候很輕鬆 可以把那個繩尾 全部解開來 然後再拉那個繩頭 就可以了 就全部解開來 當你這一個包裝 處理完畢之後 如果還需要再把它包回去 好 那我們反方向 反過來 把空氣排除掉 然後那個 捲一捲 如果說你不需要 再綁結石 密石的話 我們只要綁低一點就可以了 那現在我們拿繩子來 就是 先在城頭這個地方 這是一種做法 就是先 繞一個套子出來 然後再把那個塑膠袋套進去 然後繩尾 一拉 稍微 調整一下那個繩結的位置 然後拉緊 就可以 這是第一道 如果我們要再綁結石一點 不要讓它有空氣 有空氣跑進去 那我們就多繞個兩圈 多繞兩圈 然後會產生一個圓環 然後這個繩尾 我們就從那個圓環繞過去 穿過去了以後 我們這個繩尾 盡量往下拉 盡量往下拉 然後呢 再多繞個一圈 甚至你覺得一圈不夠 兩圈 那這樣子我們可以減少 那個 塑膠袋還有空隙 讓空氣跑進去 如果 綁得不夠緊 不只空氣會跑進去 有時候搞不好 連螞蟻都會跑進去 那我們現在是要保險一點 不要讓空氣跑進去 所以拉的比較緊 好 這個就可以把它釣起來 好 我們 再換另外一個 好 我們給它連續的做一次 不過這個繩結稍微 綁的方式跟剛剛不同 好 比較用一般的綁法 好 我們先把它鬆開 好 往上拉 繩尾往上拉 好 然後就可以 可以讓那個圓環稍微有一個脫離的動作 好 然後鬆開之後很輕易的 好 那個繩頭 拉開 好 繩頭拉開 好 就解開來了 很方便 好 然後 我們現在 也是一樣 假設 我們 處理完 還有 剩餘的 包 那個內容 我們就要再把它包回去 好 所以在包回去的時候 捲一捲 像剛剛 類似剛剛那樣子 好 如果你覺得不需要那麼麻煩 那你就綁低一點 一圈就可以了 那現在我們是 利用那個繩結的位置 來綁這個塑膠帶 好 拉起來 然後調整一下那個繩結的位置 讓它平均一點 兩條線 上下平均 平均一下的話 那個把它拉緊 好 那我們同樣的跟剛剛一樣 要把它 綁緊一點 不要讓它 那個塑膠帶會鬆掉 好 多繞兩圈 然後穿到圓環裡面 然後再 把繩圍往下 拉緊 然後 多繞兩圈 從 塑膠帶開口的 地方 往上 勾回來 就完成了 謝謝 謝謝